中广论坛 哈喽大家早安 欢迎收听星期四的中广论坛 今天是2月27号 然后明天就廉价就开始了 但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这个廉价我想大概 但还是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在台湾多走一走 如果说觉得说 好像出国有风险有疑虑的话 我是觉得可以趁廉价 在台湾走一走 自己的观光自己拼 大家只要想 反正现在政府都要拿纳税钱 去纾困观光产业 那不如我们自己纳税人 就自己去消费 自己还可以玩 还可以吃吃喝喝 都是对产业有帮助 所以这个廉价 希望大家好好的运用 那先跟大家讲一个 刚刚的最新消息 我觉得我也松一口气了 然后我相信政府也松一口气了 就是大甲镇南宫 已经宣布 妈祖绕境活动暂缓 延后 暂缓延后 刚刚我看到一个即时的新闻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非常正确的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除了防疫的疑虑以外 因为大家都还是担心说 人潮聚集的这个群聚活动 是不是会造成一个传播 不管是流感也好 或者是说新冠肺炎也好 只要是聚集的活动 都有一些传染病的风险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我希望大甲镇南宫 不要成为替罪羔羊 不要成为替罪羔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说来有点复杂 我等一下后面可以再来说一下 现在的疫情发展跟状况 现在台湾处于一个社区传染的 这个临界点紧绷 这个线 就是社区感染 已经有零星的社区感染 那零星的社区感染 到底会不会衍生出 更严重的疫情爆发 没有人能够确定 没有人能够确定 我们已经在那一条紧绷的线上 那一条紧绷的线上 所以如果说 因为妈祖绕境 圣南宫的妈祖绕境 然后产生了一些原本 让原本就存在的问题 跑出来以后 圣南宫我觉得会变成 被操作成他是替罪羔羊 都是遗坏的 讲他就不听了 什么什么的 即便说现在已经有一些零星的 社区传染 也造成了社区传播的风险 已经存在了 但是到时候没有人会去讲道理的 大家现在看到网络的出征 然后莫名其妙的针对 不管是针对血友病的小朋友 或者是针对 连妈祖都可以搞针对的时候 就知道说 现在不是在讲道理的时候了 现在不是在讲道理的时候了 就是大家都要帮每一件事情 找到一个罪名 找到一个罪人 都在猎物 每一件事情都在猎物 现在我们的仇恨指数 我觉得蛮难过的 就是现在的仇恨指数 感觉比疫情指数还要高 什么事情都要找到一个罪人 找到一个猎物 找到一个责任的推卸对象 就是 郑南宫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也很担心说 哎 会不会变成说 郑南宫我们的大伙伴 变成说 一个防疫的 怪罪救责的对象 所以 我昨天晚上 在自己的频道 直播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说 就我的立场 我真的也希望说缓伴 昨天晚上 这时候我就聊到说 我真的希望缓伴 第一个是防疫的考量 确实有风险 第二个是 不要变成一个 政治怪责的对象 不要让神明变成一个 可以连神明都要来 变成一个政治怪罪 或政治操作的对象 这样子对很多 我们妈祖的信徒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就是不要再去说 哪一个妈祖就是蓝的 哪一个妈祖就是绿的 这个我觉得不好 所以现在 由郑南宫自己主动 把这个活动暂缓 我觉得是 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要谢谢我们 郑南宫的所有的董监士们 在这个时候 很断然的做出决定 不过我觉得 这个问题还是有后续的 政府还是有后续的责任 要处理 现在不是说 什么都说进户 不是 而是真的政府 有一些责任在 什么责任呢 我们知道第一 妈祖绕境 不是只有大甲 郑南宫的妈祖会绕境 很多 很多县市的妈祖 宫庙可能也会绕境 或者是已经 正在绕境 譬如说之前 大家一直讲的 桃园的 应该是龙德宫吧 龙德宫的妈祖 其实每一年都是 全台湾 沙威肖妈祖 第一个开始绕境的 妈祖宫 所以他已经开始绕境了 然后 郑文山市长 还有亲自的去 上 就是恭送 妈祖出巡 当然也被批评了 然后他最后说取消 是取消自己 不再去赢的 但是他不是取消 这个活动 好啦 那柯文哲市长 也跑到新竹 上个礼拜 也跑到新竹 去赢妈祖 那我们 其实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比如说 云林的 西罗的妈祖 北港的妈祖 其实都在绕境了 所以 我们刚刚说 第一个 宗教活动 不只是 妈祖绕境活动 妈祖绕境活动 也不只是 大甲镇南宫有妈祖 绕境活动 所以 为什么会到最后 又变成搞针对 连这种防疫 或是宗教 都变成在搞针对 为什么只针对 一个大甲镇南宫呢 你要告诉我 这后面没有政治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 这个对立 我也是不太相信 这么多妈祖 他可以 他不可以 他被针对 他没有被针对 不是 不是很奇怪吗 防疫不要双标 信仰也不要这样子去 妈祖也不要双标 我不知道怎么说 实在是觉得很荒谬 好了 那宗教活动 除了妈祖绕境以外 那还有其他的宗教活动 静香要不要停止 静香团要不要停止 一个是妈祖出巡 一个是信徒去拜拜 静香团的风险性 就我来看也是很高的 我们纯粹以防疫来看防疫 大家想想看 假设有五台北部的车 要到云林 或是到台南的宫庙去静休 这从台北出发到云林跟台南 加上中间的休息时间 跟吃饭时间 我待在车上的时间 大概就要四五个小时 对不对 四十个人 一台车四十个人 四十个人在车上 一起相处四五个小时 然后到了中午或晚上的时候 几百个人在一起共餐 然后晚上可能还睡在 香客大楼的通铺 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 三百个人 都有风险 不是只有十万人才有风险 为什么 因为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 你这样子长时间的聚集在一起 只要里面有一个人 有问题 他就会传染 然后回家以后 再各自再去 再去展开他的传染途径 这就是传染病的可怕 重点不在病 在传染 所以静香要不要停止 这也是一个宗教活动 对不对 然后大型的这个聚会 像张老教会 好像也开始一系列的 什么公导日是不是 的活动 有人寄给我看的 就一系列的 我要不要停止 我不知道一场有多少人 如果两百个三百个 然后再密集 再一个集会 韩国那个新天地教会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宗教活动 不只是妈祖绕境 妈祖绕境 也不是只有 大甲镇南宫会绕境 对不对 结果我们有这么多 整个政策 要去决定 统一的标准 要去制定的情况之下 包括连行政院长 跟我们的媒体 都花三天的时间 只讨论一个个案 这是一个个案 叫大甲镇南宫 台湾的官员时间 都这么多吗 一个个案 就要花三天讨论 那大甲镇南宫 自己退了 说好 我不要办 那请问一下 那其他的 妈祖公庙的绕境 可不可以办 政府是不是都要期待 大家自己决定呢 不是嘛 你就一个标准下来 说可以办 不可以办就好了 几人以上的不要办 什么样的活动性质 不要办 譬如说会密集一起相处 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活动 不要办 因为我们其实 像美国CDC 它是有标准的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还有共处的时间 超过多少 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你说譬如说 只是短时间 这样相处一下 譬如说 2月2号 农历2月1号 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是土地公生 土地公勃勃的生日 那很多人就会去土地公庙上香 上个香啊 拜个拜啊 然后 甚至有了吃个平安园 可是 他们那个时间都很短 也不是在密闭室的 土地公庙都是开放的嘛 然后大家各自去拜拜的时间啊 去 供奉那个水果啦 什么的 那个时间其实都不会是一个长时间 然后就一两百个人 在一个密闭室的场合 两三个小时 不是 就是去拜过土地公 被公的 都知道 那就是大家各自去拜来拜去的 所以 那样子的风险 是不是就比较OK 像这种就OK 所以像是美国CDC 它是都有很清楚的规范 就是 不要 人跟人距离要保持多少 然后不要 相处时间超过多久 如果是大型的活动的话 那其实台湾也可以这样制定啊 譬如说两个小时以上就会有风险 因为像之前就有一个说 你相处密集接近 然后相处近距离接触超过多久以上 就会有感染的风险 那 这个就可以当作办活动的准则嘛 所以我们刚刚说 不要为了一个个案 你花了三天时间 全国的力量在讨论个个案 好 这个个案解决了 那接下来你是不是 其他的个案就不重要了嘛 就不会发生状况嘛 当然还是会嘛 对吧 其他的宗教活动 要不要继续 其他的 马祖绕境 要不要继续 然后信徒的进乡活动 可不可以办 这些其实才是通案 我们一直在说防疫要做的是通案 不是搞针对 搞针对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个案人家自己退了 那其他的了 好啦 那除了宗教活动以外 只有宗教活动是群聚性的嘛 当然不是啊 譬如说马拉松 大家只记得 只去讨论一个叫台南的古都马拉松 古都马拉松延缓了 就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 大家知不知道 光是2月28号 29号 3月1号 5 6日 这三天 全台湾就有8场以上的马拉松了 其他都没有人讨论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在讨论个案啊 那马拉松可不可以办 大家知道 你进乡可以要求戴口罩 你绕境也可以要求戴口罩 你马拉松活动 是没办法要求戴口罩 你有看过人家戴着口罩 跑马拉松的吗 那他应该就跑一跑就昏倒了吧 就你在运动比赛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戴口罩的 然后跑马拉松的过程 就是一个口水跟汗水的交织嘛 大家看跑马拉松 嘴巴都是张开的 在那边喘气 然后身上的汗水啊 这样子 那他有没有风险 在起跑的时候 也是一群人在一起啊 跑到后来也是一群人在一起啊 他有没有起跑 他有没有风险 对不对 那台南的古都马拉松停办 那282930 3月1号 有多少 还有八场 大概八场左右的马拉松 然后光是三月 三月 这一个月份 全台湾大概有50几场的 马拉松跟运动赛事 要不要办 还有 除了运动赛事以外 马拉松活动 演唱会 音乐会 要不要办 都是同样的标准啊 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在问 啊小巨蛋的活动 要不要办 啊高雄巨蛋的活动 要不要办 好啦 然后问到台北市的副市长 黄珊珊 黄珊珊也同样说 啊那你两厅院 要不要办 啊你两厅院取消 我就取消 所以你看吧 你针对个案就 就所有个案都讲不清楚了 到最后 台北市政府还是说 你中央停办 我就停办 一样的啊 每一个人都在说同样的话 就你中央做决策嘛 你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但你不可以靠网路出声 或是媒体压力 去个别个别的给人家施压 这样你要搞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防疫如作战 我们之前政府都说 让我们要配合政府 防疫上下一条心 要相信政府 那当这个时候 是政府应该出面来决策 决断的时候 统一一个政策规范 发下去的时候 政府反而不做了 要求主办单位 自己各自去考量 这不是把责任转嫁给 所有的主办单位吗 这个可以 那个可以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也有人比较夸张 也在问说 那我们捷运还可不可以再客 还是说一定要口罩 才能做捷运 没有口罩不能做捷运 你衍生的问题就很多嘛 那其实防疫这个事情 就像我刚刚说 它可以有一个科学的标准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到多少 然后相处时间超过多少 会增加感染风险 以这个来去规范说 哪一些活动是不要办的 哪一些活动是可以照常办的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被暂停 因为那这样子对于说 有很多经济的损失 因为你这不可以办 那个不可以办 大家就觉得说 心里很恐慌 很恐慌 因为可能连消费都不愿意 连吃饭都不愿意 那连带的我们整个经济的活动 就会变得很冷冻 景气就会变得很惨 很低迷 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所以只是说 到底什么可以办 什么不可以办 真的不是靠网友出征 或是说某一个台大医生点名 然后就 唱歌可以 飙歌不可以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这不是在找麻烦 只是说有一些事情 政府你就决定 你决定了以后 大家就照做 不是一直都很希望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 大甲镇南宫的事情 人家自己决定了 但是全台湾 光是三月份 还有非常多的群聚型的活动 包括刚刚我说的 其他妈祖庙的绕镜 还有一些教会的大型性的活动 比如长老教会的大型性的活动 然后还有音乐会 演唱会 运动赛事 还有民间的竞相活动 什么可以办 什么不可以办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清楚一点的讲 这没什么 就是 不要 我觉得昨天那个书院长也蛮 蛮有趣的 就是 他平常讲话都有 gots 我这样 那个那样 我一定要怎样 都讲得很有gots 就 关于大甲镇南宫 要这个妈祖绕镜 要不要停办的事情 他讲了一大段 都没听懂 他在讲什么 从妈祖的少女时代开始谈 从妈祖的少女时代开始谈 然后 讲到说 妈祖希望大家好 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妈祖希望大家好 妈祖 这时候你是行政院长 你就决定 政府要不要 民众好 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你就决定就好了 对不对 你讲到妈祖去 那你政府 政府的态度是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可以 我们很多 很多 在旁边希望说 劝那个 镇南宫缓办的人 可以说 这妈祖 心诚则领 等来 都可以谅解 这是我们一般人可以说的话 但是你一个行政院长 你就决定就好 你就直接说 站在政府的防疫考量 健康优先 所以希望什么什么什么 全面停办 你就这样子宣示就好了 你从妈祖的少女时代开始谈起干什么呢 妈祖又不是指挥官 对不对 又不是防疫指挥官 那你的意思是 是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在 在镇南宫这件事的 的决策上面 我觉得有点荒腔走板 其实它本来应该是一个 很单纯的事情 就是讨论说 三月的群聚活动 不管是宗教类 艺文类 运动类 到底要不要办 还是全面暂缓 其实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决策考量就好了 对啊 职棒也要开打 不过职棒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职棒是户外的场地 所以还好 可是那个什么 篮球赛是不是 那个 我昨天看到那个什么 篮球赛也是 已经要开打 那篮球也是在室内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事情就像我说的 就是一个统一的决策 然后不要在那边搞针对 现在台湾太多事情都在搞针对 像那个血友病的孩童也是 一开始政府说 该上来的没有上来的 就是在针对这个 就是在讲这个小朋友 一开始也在那边 讲的好像一副 就是这个小朋友没有上来 所以第一班班级人的那个名单 多么多么错 你看这个 这个该 大家都希望的是 让这个小朋友回来 大家还记得吧 把新闻回溯到前面 被操作的 好像就是政府 其实非常 觉得第一个要回来 是这个小朋友 但是这个小朋友没有回来 所以这份名单是有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又在那边说 哎呀 千里送药 还有机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 等到最后 居然变成说 有 有人 而且还是前外交 外交人员 出来说 那个根本不是中国籍的小朋友 去散发这种谣言 他也真是脑子进水了 他当了十年的公务员 如果说他不是中国籍的路尔会 会不知道吗 那如果不是中国籍的路尔会 干嘛要去签你送药呢 他是在打脸谁呢 然后 最后居然可以说 啊 我是这样从粉砖看到的 他是公务员 我也是公务员 我们公务员 好歹知道一件事情 要查证吧 对不对 你的学历那么高 当了那么久的公务员 你随便路上看到什么 你就把它当做真的 网路贴了什么 你就把它当做真的吗 当然不是啊 那这就是 你就是在散播谣言 不是吗 你连查证都不查证 然后就把它讲出来 而且还 变成这么大的新闻 然后你最后就卸责说 我是从粉砖看到的 如果这样就没有责任的话 那之前 警方在办那些设違法的 那些假讯息 也都没有责任啊 甚至 那一个台大教授 被约巡的那个台大教授 他引用的还是 立法委员的咨询 也被以色違法来 来那个侦办啊 对不对 连引用立法委员的咨询 而且行政官部门 当时是没有否认的事情 也有事 那你随便说一个说 我网路上看到的 网路上看到的 你 你没有念过书吗 你不会去查证一下吗 你不会去想一下吗 如果他是中国籍的 那为什么入委会之前 要千里送药 那为什么一开始要 拿这个案例来说 该上船 该上飞机的 没上飞机呢 对不对 这个 所以有一些事情 你本来就是恶意的 你就不要再去硬拗了 你 你 讲这种话都不会是善意的啦 不是说什么 我是善意提醒 只是弄错 没讲这种话都是恶意 大家都看得出来啦 大家不是笨 所以现在台湾的仇恨指数 真的还蛮高的 像村 像那个什么 村长跟我讲说 沾江村议员跟我讲说 那个 那个网红馆长啊 也是啊 说威胁要拿刀拿枪 杀每一个国民党党员啊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从他讲到现在 那你 那你 你就 你要杀吗 对不对 那警方听到这个言论都OK吗 哦 我们如果有人在 网路上 脸书上留言说 我要在捷运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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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警方就会去徐炫针办 哦 那这一个这么知名的网红 这么多人听到 然后他的那个 恐无有力的形象 不是更像会怎么样的吗 哎呦 为什么 警方就 没有事呢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 是不是可以在脸书上 或是在直播 呛吓说我要杀谁杀谁 然后警方都自动 把他过滤为说 啊那是开玩笑 不是吧 那之前说什么 要有人在那边开玩笑 有人在那边 网路上乱打 说要对蔡英文怎么样 对韩国 哎 警方不就是办了吗 那还是那种 写一句话而已 警方就去办了 那馆长可是这样 直接这样了当的这样讲 然后 有多少人听到 然后他还边 他那个形象又是 看起来就是 他如果真的要对你怎么样 他是有办法对你怎样的 他如果要对我怎样的话 大概一拳就被他击倒了 那像这样子公然的 在在网路上这样子 直播的时候 说要杀谁杀谁 也没有事 所以其实我现在不太懂 台湾的各式各样的 法律标准是什么 我真的不太懂 是不是真的 所有都要以颜色或政党来 来决定说 我们的双重标准 好 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段回来 再回来讨论 新冠肺炎的疫情 新闻事件这么多